为了要让孩子动得好,减少对3C的依赖 县长徐真卫邀请到王中腾教授来说明亲子运动的重要性 民政处、教育处、行严处也一同听取简报 共同来研拟规划,带领孩子们动一动 让运动成为家庭生活的习惯 并成为亲子关系增温的桥梁 运动是一种生活习惯 习惯的养成由来于日积月底的功夫养成规律 融入生活,孩子们运动之所以发展比较慢,学不起来 或是体力比其他同龄小孩还要差 问题常常出在父母没有时间陪伴的孩子一起来活动 没用的适当方法教导孩子,令于夸奖赞美孩子 所以导致孩子没有机会不乐于,没有自信去从事运动 而造成体能越来越下滑,动作越来越差的结果 现在许中卫并且要求了民政处 社会处和教育处来听取王中腾教授来说明亲子运动的重要性 但运动成为家庭生活习惯,并成为亲子关系增温的桥梁 通过日常的肢体活动,培养孩子们身体能够动能 讲成运动的习惯,相信父母亲在鼓励参与之下 孩子的体能和动作会越来越好 父母也会更加受益 运动是一种生活习惯,形怀的养成,有赖于日积月底的功夫 讲成规律,融入生活 要让孩子动得好,除了理解身体动作发展对孩子的重要性 也要从自身做起减少对三世的依赖 多多孩子动一动,让运动成为家庭生活的习惯 并成为亲子关系增温的桥梁 记得交易化收到